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大家包栽卷 OK 先介绍菜马 红萝卜两根 这个粉丝一小包100克 栽卷皮 这个包菜 这木耳 燕水泡的 我现在把包菜切出来 又切越熟越好 切片头再切丝 OK 再把这一个蒜头 打碎 把蒜好落成这个蒜头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清水高滚了 把这些 片片都把它剪断 现在再把这些菜倒下来 用煮滚 捞起来 OK 现在正里滚了 我们就把它倒出去 OK 现在再把火开起来 把油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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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倒下来 倒下来 把油倒下来 蒜头我们又爆香它 饭盖里放火锅 蒜头放一条味精 一点点糖 一条盐巴 一条麻油 一条酒 一点生抽 蚝油 拿两条 再加点 好开了,现在拌均匀了 就把这个栽减行倒出去了 排炒的栽减菜都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准备包 这个面粉加点水 帮它放好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用这个栽卷 包了之后涂这个口 OK,现在我准备包给大家看 盖到这桃桃之后 我们就把它涂一点 你看,这栽卷出来是不是很漂亮 看清楚啊 教你大家细心一点 这中间反过来 再反过来 倒到这边 你看这个皮 又这样卷进来的 每一条栽卷都会弄得很漂亮 OK,现在可以炸一下 OK,现在这个是油锅里面 现在把火烧起来 OK了,现在腌捞上来了 我们就把栽卷放下来炸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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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活光小一点 现在差不多OK了 我们可以拿上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 哇 又不脆 看漂亮吗 是不是很好 熟了 你看我这份摘检榨的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如果大家想学我做菜 又订阅我 拜拜 下次再见